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民进党参选人林静怡 脚踩电高箱一早站在无日站入口 挥手鞠躬向民众拜票 不少人骑车经过纷纷停下来要和林静怡击掌 一旁支公团队也全力补选 面对前一天严宽恒质疑他力挺高端疫苗 现在民众不能出国便刺激战事林静怡正面回应 疫苗不是打来让你出国用的 事实上多数的国家台湾因为国内疫情控制得宜 所以去其他国家是连隔离都不用隔离的 疫苗的目的打疫苗的功效最重要 第一避免个人被疾病所传染 这是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 林静怡强调接种疫苗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染疫达到国内群体便宜 空战支线周一扣持续监督 直言言宽恒很敢挑战对手医师的强项 已短及时 周一扣质疑言宽恒知道什么是蛋白质疫苗吗 怒批不要转移焦点 每个国家认定不同 但一定会有国际标准 所以林静怡委员自己在脸书里面 鼓励大家去打高端 对于这些施打高端的人 有什么负责任的说法 周一卷却立委选战倒数不到两个月 蓝绿阵营参选人空战陆战并行 法国亭梯跑宫庙行程 找出每一张选票 三线王子宜秋朗 谢云珍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